Hello,大家好,我是赵鲜 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今天又是辩论的一期啊 没错,那今天为什么要辩论呢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Hishamuddin 昨天呢就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一个两分钟的视频 那你知道他两分钟讲什么吗 他内容里面就提及他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永远永远会留在巫统 没错,除了留在巫统呢,他还强调一件事情 在这个第十五届大选,巫统惨败嘛 他说只剩下三十一,我们不能再做错事 要确保慢慢的赢回选民的这个信心 你怎么看这件事 可是坦白说,他在这个两分钟视频虽然又是两分钟 但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空洞的一些言论 其实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都很多有不同的猜测 那我自己本身觉得他更可能是 其实在暗示着大家巫统现在的路是错误的 毕竟他都是在为了这个未来的党选开路嘛 那他就是希望在党选当中可以争到一官半职 甚至可以当上可能当上竞选主席的话 把这个阿玛扎克打下来 那可能未来的政局就有很多很多的变数了 所以你是觉得他认为在团结政府的巫统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对不对 对 我反而觉得他其实是在暗示这个国阵 应该要跟这个团结政府一条心确保这个政局的稳定 那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辩论嘛,对不对 可是明明就是在之前这个西山姆定在之前 就是一直都是反对要跟这个西蒙一起组建团结政府的嘛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突然间的转态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第一点就是现在这个阿玛扎克已经是权位非常的德高望重了 或者是说我们说,不能说德高望重 他有很高的职位 对,这并是主席嘛 权力现在来说是非常大的 第一在党里面他是党主席 第二他在政府内阁里面他是副首相兼这个乡区发展部部长 其实乡区发展部部长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长 他可以说是控制了这个巫统在这个乡区的这个庄角 就是完完全全牢牢牢实实的掌握在这个阿玛扎克的这个手上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就是跟这个党主席唱反调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像这个阿努亚穆沙那样到最后被开除 我个人觉得哦 目前来说如果把所有人开除 巫统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可能会导致巫统有个大分裂 这我认为巫统目前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分裂的 那其实耶稣穆定更可能是要差异化竞争 我们之前一直提过差异化竞争 毕竟如果他一直依附在这个 这个阿玛扎克底下的话 他一直一样的话 那党选上面人家投他跟阿玛扎克的一样 不如就投现在的副首相 搞不好还可以捞得一些利益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短期内 在六个月至少在三个月六个月里面 他必然是一直在彰显出自己跟阿玛扎克的不同 希望在当时候争取到大家的这个把投票给他 让他当上这个主席的位置的 OK你看啊 现在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 首先巫统是一个很务实的政党 他以这个政治利益作为绝对的考量 我们这么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就是米已经组成熟饭了 阿玛扎克现在已经稳稳当上这个副首相 然后这个沙比里我们看到他在国会就可能左右两边都是行动党夹工 就是一直在看着他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就是面对这个政治现实 就是阿玛扎克已经是当上副首相已经成定局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巫统的基层 已经没有人出来闹了 已经没有人讲我们一定要跟国盟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说 如果这个西山木顶尝试就是走一个要去国盟的这一条路 可能是捞不到政治好处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西山木顶尝是好人的 只是纯粹站在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不会去哪时候砸他自己的脚 我认为是像你这样说的 的确巫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党 他现在基本上算成埃落定了嘛 就是议长副议长然后这个信任动议都已经通过了 基本上现在至少一个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应该不是成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们除了是要想巫统的利益 我们也要想到他这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 毕竟对巫统来说的利益 可能现在是跟着这个团结政府是比较好的 但对于西山木顶尝就未必 毕竟是如果你这一个五年 都是团结政府 你都是被阿曼在去打压 毕竟你曾经背叛过 我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吧 所以他一直以来长期这五年被打压的话 之后他政治的资源 他的这个权力 他的这个这些兄弟 都已经慢慢散开的话 未来要拿到什么 争取到什么职位就更加难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什么 now or never 现在不然就永远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在这个巫统这个大会 这个党选有大有作为 你说的一个point非常好 就是你说的就是这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 其实我们看在这个巫统里面 就是历届就是60年的这个巫统 其实为什么只要你用巫统的旗帜上阵 基本上你是包赢的 以前在马来区对不对 其实跟这个政治人物本身的声望 有没有关系 他可能有一点关系 像希山木丁他可能真的就算跑去用国盟的旗帜 他都可以赢的 但是你要知道政治这一门东西 它是一个艺术 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奋斗 就如果希山木丁这个可以走过走去国盟 他也一样能赢 但不代表他的小弟可以 你懂吗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是说巫统里面的这些政客 他靠的就是巫统这个品牌 如果他脱离了巫统的这一个品牌的话 基本上他是输定的 然后你还要看 国盟那边到底有多少个议席能够让你出来打 对不对 那毕竟巫统这个烂船都还有三分钉 就很 就巫统赢下的这三十席 在这个浪潮的席卷下 他还能够保住这三十席 难道下一届你觉得巫统会让给对方吗 或者是说你觉得国盟能够打得赢这个巫统的这个堡垒的三十席吗 我觉得是不太成立的 所以用于这一个立场来看的话 西三木丁可不可能自己个人出走 我觉得可能 但是他不可能再让整个巫统跟着他一起去 因为毕竟已经成来落定了 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一个考量 那我们分析过了未来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过去上面的部分 他说巫统其实过去犯了一些错 所以因此才会只剩下三十席嘛 那过去有什么错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指的就是当时候他们的政策走向 他们的流失的这些席位 基本上都是去了国盟那边吧 所以要分析错误也一定是要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把这个议席从国盟这边拿回来 或是把它至少稳固自己的三十席 不要继续陨落下去 对 没错 所以这种东西的关键是什么呢 上一届大选为什么会输 其中一个东西是说可能是在保守主义的抬头 是一种做法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马来社区当中 尤其是可能是向公务员之类的 他比较看重的东西可能是贪腐问题 而这一届的团结政府选的 这个阿玛杰伊就是官司残身嘛 这也可能是他暗示的错误 这是我其中一种看法 其中一种分析 没错 其实也是有可能逆将的也是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这个 以现况来看 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拍摄的时间点 我觉得他有可能去挑战党主席 有可能的 但是就算他赢了过后 我觉得他不会带整个巫统去到国盟 因为毕竟现在利益已经分配完毕 如果这个 他赢了党选的过后 其实对整个政局的影响 无非就是换副首相 然后这个阿莫扎西可能 这个副首相不保 乡区发展部不保 可能就是换这个西藏木钉做吧 所以我觉得 站在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考量 还有巫统的这个考量 基本上来讲 他都应该会留在团结政府 以捞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你这么说其实也蛮有道理 按照你这条路再走下去 其实我们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巫统 跟这个阿莫扎西捆绑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允许他们去 做他们的党权 要这样子挣都好 只要是争到谁 谁做副首相 我们开这样条件 而不是仅仅跟阿莫扎西绑定在一起 那反而是阿莫扎西一死 我们就被拖下去 或者说西蒙镇 就是会被拖下去 那这也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事情 没错 好像你承认了我的观点 那这个辩论是不是我赢了呢 那就是我们 那我们的各位看官 各位观众们 那你们可以来评评里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到底你觉得哪一个部分 比较有道理 没错 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的这个辩论诗表的这个分析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